我喜歡你, 我真的很喜歡你 開叔 為甚麼來到也不說話 他剛才當然見到我們 對了, 三表哥, 為甚麼他會在這裡 我沒有, 我知道他喜歡我 那就打算約他出來 讓他看清楚我到底喜歡誰 你叫我來就是為了這樣? 不是為了甚麼? 三表哥, 想不到你也有點吸引力 連街市賣魚妹也喜歡你 怎麼了?你喝醋嗎? 我哪有喝醋 只不過我看不慣有些人不自量力 自以為是太子女 就能攻擊酒店太子 又不想想自己 只不過是街市魚當的太子女 又怎能趁得起你? 那倒是, 你又不同了 你的溫柔大方又得體又體貼 又大學畢業 這些賣魚妹只會賣魚 怎辦到宋台呢? 三表哥, 我們走吧 你死了 阿不, 啊 阿不, 你死了 阿嬤, 阿嬤 你快點睡吧 開心, 沒事吧? 沒事, 你睡吧 沒事, 你早點睡吧 嗯 好, 沒事吧 Cole, 我知道, 你想專心事業 對不起,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你給我一點時間 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我明白 我知道你需要一點時間 我會等你的, 多久我都會等你的 但剛才你又… 對不起, 我真的無法控制自己 這裡這麼大風, 我不如先送你回去 讓我抱歉一次 我答應你, 不會再亂來 我願意幫你打招呼 我可以操作你 我來幫你打招呼 你給我一個人 我可以幫你開招呼 我跟我的朋友 謝謝 開心 杰 你昨天收不到我發給你的訊息嗎? 你怎麼不來? 你找過我嗎?我的電話沒電 可能剛剛收不到 好吧 怎麼會這麼巧? 對了, 你找我幹甚麼? 沒有, 我昨天覺得自己過份了 所以我想對你說錯話 是這樣的嗎? 你知道我不懂得說話 其實我真的關心你的 我的意思是做事的方便 其實我怕你去菲律賓發展 不會比香港好, 所以我想你留下 至少你留在這裡可以幫你安排一下 你有心, 去菲律賓的時候 我會好好想想 三表哥, 等我來了 不好意思, 我趕時間, 我先走了 是你 三表哥, 你想去哪裡吃午飯? 我請你 無緣無故, 為甚麼請我吃午飯? 謝謝你, 只早要請我上班 那你現在仍在我家 那一開始也請你過來 話說回來 那你說甚麼? 你打算什麼時候請回家居住? 怎麼了, 你不喜歡我留在你家嗎 我不是什麼意思 不過那個始終是你爸爸 你沒有人一輩子躲在我家嗎? 看看怎樣 董事長,龍先生 現在才晨晨嗎? 剛剛才做完事 董事長,這麼快就拆帶了 對了,我還以為你一輩子躲在那裡 做人家 拖賴,跑得很快 董事長,為什麼你的手會弄傷? 意外而已 意外? Koey,你別問那麼多 董事長不想別人知道她那麼多事 我是令她尷尬的 我不說,是因為我和你之間的事 不需要向其他人交代 到底發生什麼事? Koey,有很多事你聽到的未必是事實 如果不方便,但我沒問過 董事長就是希望別人不說不提 這件事不可以不力亂次 不過不要緊,天知地知物就行了 這個世界有事叫報應 遲早天會收你的 黃啟健,你究竟有沒辦法好嗎? 別說了 走吧 三秒哥,你和董事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報應 你做了這麼多事,扶回他們三兄弟 誰知道當地你是殺虎仇人 也不知道我沒有天理 我一直都是壞人,很難怪他們的 但事實不是這樣 我知道他們用盡方法找一班司機出來 說真的,我也想找他們出來 證明給他們看 究竟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件事似乎有人在網上擺佈 我想不會找到司機 但我們有想辦法 證明庭叔的死是與你無關 不可以白白讓他們冤枉你 冤枉我不要緊 我很擔心他們辜負了庭叔的苦心 本來我想把庭叔交通的事 告訴他們 我聽不懂,但我想現在 說甚麼他們也不會聽得到 但剛才我看到黃啟健的眼神 當時是他殺虎仇人的 不知道他跟著他做什麼 你放心吧,我不會再被他傷害我 稍後我把這些股份還給他們 他們就明白了 如果他們真的有一點理智 就不會弄到今天這樣 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我現在只希望 我的東山原計劃可以順利進行 到時候爸爸親自揭霧 這就是最有意思的 Martin,你不要介意我說多一句 你真的很肯定曾大海是你爸爸 是不是很快就知道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個鐘仔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我至於是很好 如果你怎麼独裝 我也有恩 是 但你不再用 我養форм 可知 你們